第三届中国小姐选拔会 第一名 三名 那是方瑜 曾经 女性在台湾的舞台上 常被当成陪衬的角色 台湾解研以后 随着政治捷径 女性也逐渐活跃在政治舞台 除了她们政治上的表现 也带出许多关于女人的话题 让更多人一起思考政治上的性别平等 2016年 蔡英文当选 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 更是台湾女性地位走向平等的重要象征 台湾女性的政治路 透露了什么意义呢 但在台湾戒研时期 内耿的女性参政都是寡邻 直到戒研后 1989年才出现女性格约的身影 嘉义女医师许世贤 可说是女性从政先驱 出生在日本时代 1947年就当上市议员 还差点在228被国民党政府杀害 除了当过市议员 许世贤在1968年成为第一位民选女性市长 四年后 参选增额立委又获得全国最高票当选 1982年 许世贤回国参选嘉义市市长再度当选 更因为从政被民众肯定 被嘉义人称为妈祖宝 虽然在戒研时期 台湾有像许世贤这样杰出的女性政治家 但女性参政还是少数 拿解研后立委全面开放普选来说 1995年第三届立委选举 全部164席 女立委只有23人 其他席次全是男性的天下 2020年 在蔡英文总统就职前 公布了新内阁人士名单 但43名阁员 只有5位女性 比例仅有12% 这个现象 让长期关注性别议题的 新克立委范云很疑惑 到底是女性执政人才太难找 还是台湾女人努力的还不够 相对于行政团队 2020年立委选举 女性立委人数达到立法院史上新高 跟世界各国比较 台湾国会女议员比例超过瑞士 相当于全世界第16名 更是亚洲各国的冠军 回首2000年 台湾出现第一位女性副总统 2016年 台湾第一位女总统执政 台湾女性参与政治的层级不断提高 逐渐打破过去认为女性四等 促进社会更朝向两性平等 但在职场上 女性要争取升职的性别天花板 还没完全消失 许多性别刻板印象也还存在 台湾要走到性别更加平等 还有很多需要思考面对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